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是金子总会发光,有实力终究会出圈,这就是街舞迎来了收官 对于这一季街舞而言,对于王一博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他成功的追星偶像步步 收获了一帮街舞圈的朋友,对于我们而言通过他,我们了解了街舞文化 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王一博,王一博跟这就是街舞彼此成就 共同点燃了街舞精神的这把火 论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当中最大的惊喜,无疑就是收获了偶像步步的青睐 更多的还有收获了快乐,回归街舞圈的那股劲又被重新点燃 收获一,追星步步,贡献Requestion,期待败师成功 对于王一博而言,能够成功追星步步,并且成功守护住步步 为了步步摇席呐喊,失去表情包,更化身迷地,在线疯狂暗示要败步步为师 这无疑就是最成功的,也是最让人羡慕的追星一竹了 每次只要是步步出现的时刻呢,对于王一博而言就是送上了膝盖,奉献表情包的时刻 激动兴奋的样子让人太有共鸣感了,也许舞蹈没有感染到我们 反而被王一博失控的表情跟肢体表达给传染了,不自觉地跟着尖叫了起来 在街舞最后的冲刺时刻,王一博采访当中多次明确表态 要败步步为师,更是在采访当中特意追问步步的行程跟规划 真的是一个十足的追星小达人,喜欢就表达出来,热爱就疯狂追逐 收获二,回归街舞圈,来交朋友学习丰富自己 从这阵街舞一开始,王一博就直接表达了,到这里呢,就是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学习丰富自己 其实我们在街舞中的所有的录制过程中,不难看出王一博街舞的实力 各种舞种都有广泛设计,最钟爱的当属是old school 这个是街舞最基础的,也是最街舞精华所在的 所以呢,从整期当中,王一博战队是最具有街舞精华所在 他的战队一波王炸,属性就是hiphop 街舞最纯粹的一支队伍,跟队员之间的沟通和配合 也是整个队伍当中最硬汉形象的,就是燃就是诈 无关于节目,更多的是对街舞的认知 对街舞文化的传播,也是对街舞精神的传递 从王一博的身上,我们认识了街舞,认识了街舞舞者的不义 认识了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专业,什么是音乐和肢体的融合 街舞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发泄,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传递 通过对自我肢体的控制去表达不同程度的想法 是对音乐跟身体的完美融合 相信很多喜欢王一博的人通过街舞对王一博的认知大大改观 原来看着他高冷清烈,实际上却活不好动 看起来很奶,骨子里却野蛮帅皮 看着人狠话不多,实际暖心又话牢 总之垫覆了所有外界的人设标签 真实的一面反而很讨喜 总之王一博把最真实的一面在这就是街舞的舞台上呈现的淋漓尽致 一人牵面终归是他,他就是一个青春热血 钟爱又持着的热血少年而言 王一博相对于街舞这个节目而言,收获大于成就 丰富了自己,也愉悦了别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